装饰真人器 大家好 今天来分享一个装饰真人器的一个技巧 什么意思呢 装饰就是饰品 我们昨天讲到的是头发 头发的整理可以开智慧 那当然我们有一些女生会在头发上面装一些饰品 或是我们耳朵会有耳洞 戴项链 先讲我们头部的这部分 要记得你绝对不要去把我们的舌头钻洞 塞一个蛇珠 这个已经破坏到你的心脏系统 也不要在我们鼻子上面穿洞 男生绝对不能穿耳洞 女生可以穿得到最好一个左右平衡各一个就好了 如果你要真的要穿很多 那建议你是一三五 这样才会增加你的人气 你的气场你的人际关系会变得很好 我们现在来讲法式一定要配合到我们的衣服穿着打扮 要有协调 然后我们的耳环也是最好简单 但是耳垂这个可以长一点 因为耳朵很多的穴道可以通我们的五脏六腑 也可以增加我们的气场 所以耳洞可以多 没关系 但是你如果要增加你本身的气场 你的运势女生只能带一个这样就好 最重要的我们在于这个项链 通常不管你是男生女生我们都会带一道项链 戴项链的时候我们最好选择是金色银色的 它有安神金的金属的黄金它有安神的一个作用 银可以避邪防堵定破的作用 也可以选择这些珠宝可以显示我们的身份 玉石有一些可以避邪的也都可以 现在来讲到它的长度 好 我们有很多那个很多那个项链是 它只有到脖子 其实你到了脖子 脖子是代表我们的沟通能力 是代表我们的表达能力 通常我们在命理心理学里面 你戴的是短的 短型的 我们通常可以知道说 这个人的沟通技巧不是很好 好 再来我们戴的项链的长度最好就是 在我们的胸部这个地方最好 这个长度在这个地方最好 刚好是中丹田 檀中穴这个地方 它可以增强我们的气场 不管你哪一种材质 比如说你挂的是菩提纸什么珠都好 可以增强我们的气场 增强我们的人际关系 我们的财运 肺部属金就是财运 也是代表我们的沟通能力 整体关系的部分 所以我们戴的项链 我们可以选择配合我们的衣服装饰来 来佩戴 唯一不要戴的是皮革的 皮革的不管什么皮的 什么牛皮 羊皮 猪皮 什么皮的 皮革的会阻碍我们的气场 而且没办法跟那个天地之间 增加这个能量 没有加分的 皮革的东西是没有加分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玉啦 金啦 金银啦 然后珠宝类的都买OK的 一定要新量 这样对于我们的财运人际关系 人缘 尤其是桃花很重要 桃花也是人缘 男女都需要桃花 都需要人际关系 谢谢 分享给大家